大家看这个土包就是303号指控室 那么它呢就是对火箭进行指挥控制和观测的地方 那么往这边200米就是第138宫位 比如说它距离发射架 这个土包距离发射架只有200米 非常近的 现在给我进去看一眼吧 公主协理全是啥子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二号发射塔呢 在中国创造了五个第一 我们第一颗原造地头卫星 东方红一号就在这个发射场 发射升空的 然后第二个第一呢 是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也就是说我们最开始的东方红一号 东方红一号大家注意 现在还在天上在掉 它依然没有回来 那我们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呢 就是要让这个有效载荷 不要打到宇宙当中去 而且它要载入 要平安地把里面的东西我们要取回来 然后对它进行分析 比如说里面是胶片 或者说是带着一些种子 或者其他东西 有了返回式卫星的技术之后 我们才能在这个基础上 再继续去发展 再加航天工程 因为我们要把航天员打上去 然后再送回来 对不对 这就是返回式卫星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技术 1980年5月18号 我们的东风5号 第一次发射升空 也是向南太平洋发射了一枚这个洲际单导导弹 有了洲际单导导弹 我们就有了洲际的核打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还有1981年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 一枚火箭打上了三个卫星 我们叫一箭三型 当然现在一箭多星技术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 我们一架很多星都可以了 现在 1987年也是在这个发射场呢 我们第一次向国外去提供了卫星搭载服务 也就是说我们的航天事业 第一次挣到国外人的钱了 那么再往这边来看吧 大家来看 这下面非常神秘的33号的指控所 现在随后下去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吃鸡的时候喜欢跳航空的 现在这个就跟这个感觉是一样的 大家来看这个 为了安全起见 看这个门有多厚度 咱们一掌后的门 这边一扇 然后中间 大家来看看墙有多厚 墙跟我的锅子差不多厚 差不多厚 墙的厚度 然后东里看 东里看 这边还有一扇门 两扇门 然后中间很厚的一堵墙 很小的一个门 还是一样的厚 在这个地方就是 大家可能在纪录片里面 或者是老电影里面 能看到的一个场景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33号指控所 那么在33号指控所的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正前方 上面是张爱萍将军提的字 中国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而下面的这些电视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电视 它是中国第一套啊 综合的指挥显示系统 就是这一套啊 当时呢 左右两边的电视 全部都是上海牌的 那么中间这一台呢 是我们想办法从国外去进口的 一台显示器 那么在这个周围呢 有很多的很具有年代感的 七八十年代的这些设备 包括用来云吊路的 包括有一些示波器 还有一些用来通信的等等 通信的 大家可以看这块 这是消防平台 操作消防系统的这些 这里还有 这里这个什么东西是干什么的呢 啊这个是 啊这个是这位 ABBA转换器 模拟书 大家看当时的ABBA转换器 有点这么麻烦 他可以把这个公里信号 转换成速度信号 所以说明这里 应该是后来的一些东西了 啊这里还有一套消防系统 大家可以看在这里的标语 这是当时 对中国航天人的一句激励的话 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 世界先进水平 啊当然我们现在的航天营 基本上是一个世界先进水平了 啊因为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 能够把宇航人送到太空汤中去 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那现在我们又重新踏上了到火星的这样一个征途 那么在火星探测成功之后 那我们也可以去逐步的奠定我们的一个航天大国航天强迫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现在所有到二层来看一下 二层能看到的东西更多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指控所的这个顶啊 是一个弧形的 这个弧形的顶啊上面有很厚的一个钢板 在上面啊有好几米厚的一个钢筋或凝土结构的一个防爆的一个壳 那么像这样这个弧形的顶呢 它的力学性能比较好 所以说一旦外面的火箭火箭导弹发生了爆炸 那么它是可以承受这种冲击波的 那么上面这些也有一些器材啊 那么这两个潜望镜的攻略 它就是想当初我们说发射主令下达的这个空位 也就是总指挥呢就会在这个位置去下达一个发射的指令 大家看 就在这儿是不是有没有感觉了对吧 对吧 在这儿就喊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变火 变火 让你开上 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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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